起底三季度基金代销榜 银行还会是主流吗 2021年11月10日 中国证券投资业协会公布了2021年三季度基金代销机构 公募基金保有规模 相比第二季度的7535亿元 三季度在股票和混合型基金保有规模率有下滑 但仍以7307亿占据市场头把交易 以蚂蚁基金天天基金为代表的第三方销售平台保持强势 其中天天基金表现亮眼 股混基金增速以超蚂蚁基金 非火基金规模以超工商银行 作为投资的重要渠道 2020年国内公募基金市场规模 达到创历史记录的19.9万亿 同比增速34.7% 其中股票位和混合类规模达2.06万亿和4.36万亿 同比增长58.6%和130.8% 公募基金规模方向 根据中国证监会主席议会满此前披露 截至今年7月底 国内公募基金管理资产规模 达到23.54万亿元 较2016年底增长1.6倍 基金规模从全球第九升至全球第四 此外 在居民理财结构上 根据微银行发布的 2019年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 目前我国城镇居民 仍以房产为代表的实物资产为主 金融资产结构占比仅有两成左右 而在这部分中 银行理财相对稳健的金融产品 仍然是中国居民的主流选择 基金占比仅有3.5% 招商证券认为 依托渠道优势 商业银行仍将是公募基金销售保有量的最大主体 且随着银持续聚交财富管理业务 其市场保有占比有望因此回升